大家好,我是波西杰克登 今天要跟大家朗读的是我自己写的小说 外小区 我不知道我的外小区在哪里 只能沿着阶梯走下去 阶梯非常的长 镜头是沙滩与大海 阶梯的中间是空的 上面罩着一层布 走在上面既害怕背部滑倒 又害怕抬到中空的部分 该往下走吗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外小区 突然看见沙滩上有位兰法的美丽林子 我问他 这里是否已有人打扫了吗 他说是 我卸下了一颗心 我不必再走这可怕的楼梯了 因为这不是我的外小区 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原本在沙滩上的女子 不知何时跑来我的旁边 她说不能让我就这样离开 她要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两个梦的记忆 我只能答应 虽然一个梦是梦见她的 虽然有点舍不得 也只能把这个梦给她了 她说我把这两个梦的记忆给她 以后我就会事业有成 没有钱 但这么久以后的事 现在的我还无法考虑到 为了怕忘记有她的梦 我反复将这个梦 在记忆中演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梦不但丝毫没有被我忘记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清晰 奇怪 男法女子不是把我的梦拿走了吗 怎么越来越清楚呢 这时她出现了 她对我说 她试着将这个梦的记忆拿走很多次 但是一直不成功 因为我对这个梦有感情 她说 有感情的梦是无法被销毁的 由于她只取走我一个梦 她说 最多只能让我学越顺利 其他的就叫我自愁多福了 讲完了 耶 拜拜 过的时候我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一模一样的梦 就跟我水描树的一模一样 那时候就是有很长很长的阶梯 镜头是沙滩跟大海 阶梯中间是空的 然后其实我有点那个下楼梯恐惧症 然后这个阶梯上面盖一层布 我很怕这种楼梯 就是走在上面 你很怕被那个破坏到 又很怕踩到中空的部分 因为我下楼梯的话会晕眩 然后在梦里面的那个我 就是在想要走到阶梯下方 去寻找我的外扫区 因为那个时候 在梦里面的那个我好像是回到了 以前小时候有外扫区的记忆当中 然后这个接力很长啊 它底下是沙滩跟大海嘛 所以我终于走到楼梯下面的时候啊 我就看到 然后插床上面就是有个 蓝色头发的美丽的女孩子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美人娱乐 然后我就问他说 这边有人打扫吗 他就说有人打扫吗 然后我就卸下一颗心 然后原来这不是我的外扫区太好了这样子 可是在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就秒飞就是一秒钟就出现在我旁边 他就说不能放我这样走啊 他说他要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两个梦的记忆 然后就是 他要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两个梦的记忆 他说把这两个梦的记忆给他的话 以后我就会事业很有成 然后很有钱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在梦里面的时候 我是这样答应他 对 然后呢 可是 那个时候在那个梦里面 我的 给他的两个梦 其中一个梦是 梦见我 我暗恋的一个学长 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梦里面 我梦见的那个梦 对我 那个时候的我而言是极其珍贵的 对 所以 我蛮舍不得把 有学长的梦 送给那个美人鱼的 嗯 然后呢 所以在梦里面呢 我就 因为不想要把这个梦给他 我就一直想着这个梦 一直想 这个学长的梦 一直想 一直想 那果然 果然这个美人鱼 他没有办法把我的梦拿走 可是 你问我那个时候梦到什么呢 我跟你说我忘光了 我真的超后悔 你知道 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是真实的 因为我后来就是 嗯 这个美人鱼他那时候跟我讲说 因为我一直想着这个有学长的梦 所以他没办法把那个梦拿走嘛 他只能拿走我一个梦 他说原本 如果我给他两个梦的话 就会事业有成很有钱 但是我只给他一个梦 所以我就会 嗯 变成说只是学业 就是 顺利而已 那跟我现在的对比是真的 就是 我的 就是学业 方面就是 真的是顺利的 但是 人生上面真的是坎坷的这样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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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虫虫的 嗯 讲完了 耶 拜拜 拜拜